大家可以先猜一下 猜什么 就是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像是那种演艺的搭档 我不觉得 同学 我觉得像是父子 父子 应该是一个战友那样在一起 时间久了有感情了 不是 都不是 应该是一个娱乐演出的一个 特殊组合 我觉得应该是搭档 是不是亲兄弟 怎么可能是亲兄弟呢 对 才对的 对 真的是亲兄弟 不是 我是瞎猜的 亲兄弟 你为什么会猜他们是亲兄弟呢 有一个人基因突变了 你为什么会往基因突变上面猜呢 不靠谱 但是他们俩长得也不像 是 长得不太像 说实在是亲兄弟 真是亲兄弟 他 三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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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阳 三阳 正在转发 中人 你 二阳 一阳 二阳 三阳 跨了50公分 对 你们俩拿什么证明 你们是亲兄弟 设不设嘛 关键是你们俩长得也不像 因为他长得比较像爸爸嘛 我长得比较像妈妈嘛 对 所以就不一样 你爸爸长得好委婉 你妈妈长得很刚强 开玩笑 开玩笑 真是亲兄弟是吧 对 外面的人吧 也在怀疑我们哥俩 到底他们兄弟俩是不是亲生的呢 这个也猜疑 那个也猜疑 这种流言蜚蜜 就是一些难听的话 很多很多吧 造成我们心里 从小也有一种自卑 感觉总以为自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心里就是长期这么被压抑着 所以说为了解读他们的疑惑 一年几年的时候吧 就是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你们是当之无愧的亲兄弟 对 结果正确的就是比起来是亲兄弟 那你多大年纪呢 我二十八了 我二十八了 你的 我二十六 小个儿的竟然是哥哥呀 对 我觉得亲兄弟可能是年龄差别比较大的 你父母那个是正常吗 身高 父母都很正常啊 妈妈一米六多嘛 父母爸妈一米七多 除了你们俩之外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有啊 有 还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对 那两个姐姐的身高也是 都不正常 就你们俩 像他会大一点 对对 是吧 对 哦 世界真奇妙 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引起 他一米九六很正常 怎么可能是疾病呢 一米九六不是两米三几 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对啊 你那样说打篮球的 那些打排球的 怎么算呀 都算有疾病的 那像姚明那样 两米多的 那也算有疾病 是因为他父母身高并不高 我觉得很正常 去年多高 我这两年一直都是这个正高 那他没长 人家很正常的身高 有一种比较巨人症 是因为脑垂体压迫的原因 或者生长激素过密的原因 过高 你这很 他人家这很正常 你的医生是职业敏感 我看谁我都是病人 对吧 行 我们说说你们之间的事吧 什么时候开始显现出 你们俩的身高 这么大的差距 刚开始一二年的时候 就不觉得吧 那时候我还能欺负他 然后打他 你还欺负他 那时候我比他高 后来15年级之后呢 然后他家明显 比我高 然后给我通级的学生 都比我高 嗯 就那个时候吧 我就觉得我弟比我高 然后觉得吧 肯定是我爸妈呀 喝了给他什么好吃的 让他打那么高了 哦 所以嫉妒弟弟是吧 那时候有点 那你们俩在生活当中 分别的性格是怎样 你是 我们互相说对方好不好 你觉得哥哥是什么性格 比较内向那种 可能也有一点 但有一点自卑吧 因为就是这样的身高 然后跟他同龄人的个子 都比他高一头啊 然后慢慢地就形成 心里就有一种 压抑 对对压抑 比较内向 然后就不太爱说话 然后一个人就是 很封闭自己 这个情况嘛 那弟弟什么性格 我弟弟吧就是高大 而且有点感觉挺老实的 他给外人的一种感觉 不容易接近感觉吧